大年初中国并不安宁 四川卢定县发生5.6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 在成都也能够明显感受到晃动 目前暂时没有接到任何人员伤亡报告 建筑物倒塌和财务损失报告 但是中国不少网民都表示 事后还发生多次余震 游客也慌忙的连夜撤离卢定 地震是在今天凌晨3点49分左右发生 镇中位于四川卢定县 南冲 康定 甚至远在成都都能感受到强烈震动 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赶到事发地点展开救援和排查工作 目前暂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四川的中国网友表示 他们在深夜中被震醒 之后还接连发生多次余震 一些到当地春游的游客也决定 漏夜撤离四川 我们下车凌晨5分左右发生了 摇一度好专门